选情很激烈 我们这几天要继续强力的吹票 所以请所有的我们党内的同仁 假如可以到这两个选区帮忙 就应该要尽力的去跑 1月9号也就是下个星期日 我们集结所有的力量 进场守护终结恶斗 进场守护终结恶斗 正因为台湾要继续稳健的向前 我深切的期盼 恶意操作的罢免 以及地方派系过度的政治动员 都应该要画下去点 台中市第二选区的立委补选 我相信我们提出来的人选 是最优质的人选 也就是我们温柔坚定的4号林静怡医师 我相信静怡就是最优质 最专业的立法委员 也最能为台中我们海线的 乡亲争取公平正义和发展 那么对于台北市的第五选区 中正万华区的罢免案 我们的态度很坚定 就是我们不同意 我们要用不同意票 让台湾对最有拼劲的队友林长卓 委员可以继续留在我们的立法院 此时时刻 台湾的经济正在大步的向前 但国际社会的疫情却又相当的严峻 台湾社会需要专心的对经济跟防疫 能够做最大的努力 来克服这些挑战 不应该再被遏制的政治操作来干扰 1月9号迎回中俄选区 守住中正万华 这就是我们终结恶斗 最直接也最有效的方法 而最关键的主角 就是中俄区和中正万华的选民朋友了 我想请大家再看一看 我身边的敬礼跟常佐 他们是台湾中生代优质的政治工作者 是最专业问证 最有服务热忱的灵力代表 所以我要拜托我们台中市 杀戮龙井 大渡日雾峰 台北市中正万华区的所有的乡亲 请你们以行动站出来 用行动进场守护家乡 用行动当政治恶斗的终结者 那我看到很多我们的党公职 都全力在帮忙浮显 帮忙扫街 站入口 选情很激烈 我们这几天要继续强力的推票 所以请所有的我们党内的同仁 假如可以到这两个选区帮忙 就应该要尽力的去跑 那么支持我们的朋友 如果你在中二选区 或者中正万华选区 有亲戚朋友 也拜托打电话去吹票 鼓励他们出来投票 或请他们帮我们多拉几票 最后的选举结果可能是差距很近 我们一定要拼全力 赢得这一次的选战 那么1月9号 也就是下个星期日 我们集结所有的力量 进场守护 终结恶斗 让政府可以专注在国政 让社会可以有个平静的好年 感谢观看